主料,小鱼干200克,黄豆80克,辅量,油,盐,姜,干辣椒,葱,花角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将小鱼泡上20分钟,将黄豆泡上3个小时以上,将黄豆粮油下锅,小火慢慢的煎炸, 将炸好的黄豆捞出来备用,用锅中生鱼的底油,将花椒和干辣椒放入里面煸炒,再下入切好的姜丝煸炒,煸炒出香味后,下入泡好的小鱼,煸炒几下后,加入适量的料酒和老抽,再加入少量的糖,煸炒几下,大火收干,加入炸好的黄豆和葱段,混合后装入盘中,烹饪技巧, 1,黄豆一定要浸泡3个小时以上,如果能泡一晚上最好,这样黄豆更容易成熟,2,炸黄豆一定要量油销锅,小火慢慢炒至,炒到油中无明显气泡,煸黄豆金黄色就可以出锅,3小鱼干泡的时间比鱼的大小不同,泡过的鱼不仅盐饭少些,而且熟得更快些,4条料煸炒出香味后,下入小鱼干翻炒, 加入料酒,生抽和糖是为了鱼干聚心,增测和减少盐饭,但最后需要大火酱汁收干,入锅中没有之后再加入黄豆和香葱段混合,这样能保持黄豆的酥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